从零开始玩植物大战僵尸2 大家好,我是萌新超然 超然发现我还没有用过豌豆小队过天空之城的第16关 当前版本的这个空中战争的模式稍微有点问题 想要用豌豆小队体验过关的乐趣一定要趁现在咯 没有过这一关的小伙伴也得抓紧了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这里的两个巨人僵尸 豌豆射手只够打掉一个 不过没有关系 漏掉几个僵尸对分数的影响不是很大 进化成双向射手之后呢 真正的折磨才开始了 双向射手的攻击还不如豌豆射手呢 这里漏掉了闪电枪僵尸没有关系 双向射手唯一的好处就是可以从前面往后攻击僵尸 但是这个特点被多项小队甩开一条街啊 这里呢要坚持坚持 再进化一次进化成了双重射手之后就好多了 在进化之前呢必然会迎来一次非常大的考验 一大波僵尸加两个战斗机僵尸BOSS 你们看一看这一波子弹的密集程度 要换作是以前的版本 很多小伙伴在这里血条已经空了吧 现在这个版本呢 伤害的判定稍微有点问题 超人只需要稍微避开一下子弹 不需要那么完美都可以躲避伤害 下面呢就是和两个战斗机僵尸 满满周旋的时间了 这种大颗的速度慢的子弹 还是非常好躲避的 速度快的小子弹躲避起来就困难很多了 不仅需要考验你的手眼协调能力 有时候运气的成分还是很重要的 战斗机僵尸发射小子弹的时候 如果离屏幕左边太近的话 这个子弹就非常难躲了 如果战斗机僵尸发射小子弹的时候 在屏幕的右边 子弹打过来的时候 间距就会非常的大 很好躲避 不过呢在当前版本 都不需要考虑这些问题 消灭了战斗机僵尸之后呢 又会出现一个巨人僵尸 这个时候可以利用一下双向射手 打后面僵尸的能力 好的升级了 变成了双重射手 双重射手的正面伤害非常高 打起来轻松了很多 闪电枪僵尸出来了 这个位置超人没掌握好 不过没关系 漏了僵尸也没事 等植物再进化一次 变成三重射手 就非常好打了 小伙伴们 在之前的版本 你们有没有谁 用豌豆小队过了这一关的呢 用了钻石复活的也算哦 你们用了几条命 过这一关的呀 现在的这个版本 是打这一关最好的时机 你们还不去体验一下吗 超人感觉 下一个版本 应该就会修复了吧 就像以前游小伙伴说 左上角有无敌点 后面也修复了 超人猜测 到五一的新版本以后 天空之城 应该就没有这么容易打了 好的 进化了 变成了三重射手 这一下就好了 不管你是闪电枪僵尸 还是什么僵尸 通通逃不掉 双舱飞机僵尸 boss来了 还好在这之前 我们升到了三重射手 三重射手的子弹 有两排是可以 同时打到双舱飞机僵尸的 双舱飞机僵尸的子弹 和之前的战斗机僵尸一样 也是有大子弹和小子弹 大子弹的速度比较慢 间距比较大 非常好躲 小子弹不仅速度慢 而且大子弹还没放完 小子弹就丢出来了 打完这个boss之后 有四波的僵尸 每一波都会出现闪电枪僵尸 这是第一波 马上出现第二波 闪电枪僵尸也来了 不过我们现在已经是三重射手了 都不怕这些小僵尸了 第三波僵尸 有了三重射手之后 基本上不会漏怪 第四波僵尸 好的 非常容易就消灭掉了 然后呢 就会迎接终极boss 仲裁者 X型 还有一堆的僵尸 就问你们 这个子弹怎么躲 要换作以前的版本 超人是绝对没有信心 躲过这么多子弹的 这已经不是用眼花缭乱 手忙脚乱 可以形容的了 好不容易清掉的小怪呢 真正的噩梦 现在开始 这种子弹 你们说怎么躲啊 之前的那些子弹 好歹有一点尖细 这个子弹 我的天哪 完美覆盖所有地方啊 有一点值得庆幸的是 三重射手的三重子弹 都可以同时打到 重赛者X型 所以呢 这应该是豌豆小队 目前来说 最强的输出了 但是呢 你们看看 这个最强的输出 跟其他小队一比 简直是没眼看呢 超人记得 之前超人玩天空之城的时候 就用豌豆小队 尝试过打这一关 一条命连双舱飞机僵尸都见不到 更别说打这个重赛者X型了 所以呢 现在这个版本 也算是圆了超人一个梦了 超人也算是用豌豆小队 打过了天空之城第16关的人了 超级开心的呀 小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